T恤招牌烙塞湖的有否希 因捲入錢東家的勞資糾紛 決定自己當老闆 讓人好奇 過去都在為前公司說話的他 怎麼會有如此決策 因為也嚴重的影響到我的生育 畢竟很多事不是我在操盤 所以有時候我會變成炮灰 然後變成說 有時候講話的立場 就變成說我有公司 我一定要偏向比較像公司 不然我就會變成像一個叛徒這樣 那寧可切割乾淨 兩邊都不要交惡這樣是最好的 然後我也沒有跟前公司打壞關係 就是好好談 那當初成為炮灰 就是覺得滿委屈的 有時候也會開始自責 就覺得說為什麼當初 這些團員心裡的感受 是沒有照料到的 那這也是我現在要學的一課 因為現在畢竟30歲了 然後很多的層面都要去顧及到 希望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我會重新做起 然後就是待人待心 所以盡量大家 員工 夥伴快樂為主 重新出發的游佛希成為老闆後 也深刻感受到與以前的不同 我的夥伴們 他們都願意在家裡 就是下了班在家裡 還是願意再幫我處理現在的 不管是影片 或者是一些行程案子 對 這是我感受到的 但是在以前是沒有看見的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和睦 對 然後現在我就覺得 哇 我看到他們是 完全是真心真意的在挺我 我終於知道前東家做錯了 哪些事情 對 就是沒有帶到人心這樣子 擁有一個挺著有否希的團隊 打造的新公司 不知道未來是否有機會 看到與前團員的合作 我不排斥 但是我知道可能或許前團員 他們想說跟我合作 會有一些爭議 或者是被人家覺得說 是在作戲 所以我現在盡量以我自己為主軸 先把基底打好 然後再開始慢慢跟人家合作之類 但是我不排斥跟他們合作 就是我不會刻意的拒絕 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我知道他們現在 一定會覺得滿敏感的 所以暫時應該也不會有吧 對 所以你們支持 你現在都沒有關係 對 現在目前 因為都是怕 講了不該講的話 對 然後就是怕讓人家多想 因為可能說者無心 聽者有意 我的目標其實很簡單 就是想要讓大家看見真實的有否習 對 因為以前或許太多的拘束 什麼東西能拍 什麼東西不能拍 該拍什麼東西 就是比較多的操控 對 那現在其實自主下來 就是跟大家都很和諧 就可以大家討論 一起拍哪些東西 是真的在螢幕上面 看出來的那個笑容是真實的 那這也是我想要拿到的東西 你會突破遺忘嗎 就是可能起步更大 那還是會是更保守 我覺得應該會更保守 因為畢竟觀眾還是不明白 就是我們在檯面上面的 所作所為 其實都是一種表演 那既然重新出發了 我可以再用另外一個身分 再或者另外一個角色 再面對所有的觀眾跟美女 由佛希打算用最真實的一面 面對觀眾 也希望大家能再給她一次機會 完全樂 週末節 蘇俊鴻採訪報導